大家好,网球老梁 咱们今天接着说上次的话题就是 为什么生活中会打网球的 或一直打网球的那么少 咱们把这事说细一点 打网球在我看来需要翻译五座大山 对,五座大山 咱们今天就说第一座,上手难 很多人在第一次接触网球之前 因为他看过别人打网球 或者说电视中看过 或者说生活中看过 然后结合他自己曾经打过乒乓球 或者羽毛球的经历 他可能想到是说什么呢 可能网球没那么难吧 那个攀那么大,对吧 看起来球呢,好像也挺大的 那么我上去呢,打个玩嘛 就像乒乓球、羽毛球一样 我也不想打什么多好 我打个玩种还应该是可以的嘛 他们结果一上去以后呢 完全接不到球 满地找球 球一打就飞 这个,这个,这种低估了网球难度 像什么呢 像比如说,我会开私家车 那我也以为开F1赛车 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嘛 这个就是类似,不一定那么准确 但是我就想说 我们平时接触到的羽毛球 或乒乓球,尤其是羽毛球吧 它和网球的区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但哪些呢,你比方说 第一,网球的场地会更大,对不对 和乒乓球、羽毛球比起来的话 在网球场地中 一个人要照顾的面积大得多 照顾这么大面积的话 你想想你的移动能力 你的这个反应能力 够吗 对不对 如果说你的判断和反应 以及移动能力不够的话 那球打过来你就是接不着啊 是不是 第一个,场地更大 第二个,球拍更大和更重 这个网球球拍 它平均比起 最轻的也比那个 大概是它的重量是羽毛球拍的三倍 比它还大 换句话说,比它又大又重 那么你想没想过 当你想挥动这么重的球拍的时候 你觉得你能挥动吗 你觉得你能挥的自如吗 你觉得你挥的它能打球吗 这个举个例子啊 就是如果我们把乒乓球拍 比喻成一个匕首 我们把羽毛球拍 比喻成一把剑 那么这个网球球拍呢 就是一把大刀 对啊,一把大刀 你捂得这么重一把一把大刀 你还要去击 你还要去击打一个快速来球 你觉得行吗 你想一想它有多难吧 你想一想就都 你想的都难 第三点就说到这个球 球速 因为乒乓球也好 羽毛球也好 它们的球速和网球球速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 我们知道网球 你要是发过来的话 最高速度可以达到 每小时200多公里 那个速度就像炮弹一样过来 真的像炮弹 当然平时的业余选手 你打不得那么快 但是呢 它那个球速 也远比 平时接触的羽毛球和平方球 快了多了多 真的就像个炮弹一样 像你直面而来 你根本反应不反应不过来 那球就你到脚下 就已经飞过了 对吧 所以这些 这些一系列 让很多第一次接触 网球的人就发懵了 原来这么难呢 原来我想的是 我只是想打个玩呗 打个打个热闹呗 原来我球都接不着 球都碰不着 对吧 所以说网球 它上手难 是它的第一座大山 就换句话说 很多人说 那我也不想打多好 我就想打个玩 对 当你想打个玩 你想打个来回的时候 都非常难 你想打到这种水平 你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去学习和训练 你才能够达到说 我和别人打几个来回玩 这就是网球第一座大山 上手难 我还是打死了 谢谢大家